活泼的小猴子和高冷的小猫咪生活在一起会怎么样呢? 小猴子是妈妈刚带回来的家庭新成员, 刚见到小猫咪的时候还是会有点怯怯的, 但还是鼓足了勇气主动和小猫咪打个招呼。 他假装不经意地用小手轻轻地摸了摸, 小猫咪的耳朵可能是有点害羞吧? 高冷的小猫咪没有做出任何回应, 默默地走开了,独自躺在玩具旁的地板上。 活泼的小猴子也跟了过来, 他要努力和小猫咪成为最要好的朋友。 小猴子躺在小猫咪身旁, 他拿起小猫咪的衣服闻了闻, 要记住好朋友身上的味道, 然后热情地邀请小猫咪一起玩耍。 高冷的小猫咪兴致缺缺,表示了拒绝, 但是小猫子没有放弃, 不停地拉着小猫咪一起玩耍, 小猫咪有点不耐烦了, 眼看就要控制不住脾气。 后面妈妈带着羽毛逗猫棒走过来, 小猫子为了好好表现一下, 自告奋勇地表示, 要抓住羽毛给小猫咪玩。 小猫咪受到了小猫子热情的感染, 总算接受了小猫子, 也变得活跃了起来, 上串下跳地追逐着羽毛。 两个小可爱,你推我嚷的, 玩得好不热闹。 后面他们玩累了, 小猫咪还邀请小猫子一起去他的小窝里休息。 小猫子依偎在小猫咪的身上, 小猫咪不再抗拒, 还任由他摸摸自己的耳朵, 自己的都尾巴。 这温馨的画面实在是太让人不可思议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